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哥 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课本170页要讲六路处 这里是所谓的路处相应 我们说佛法的重点在解脱 解脱的重点 解脱的关键在无我 无我的观照在运触借延期 那这个是主要的 就是说佛法的重点在得解脱 解脱的关键在正得无我 要正得无我在于观照分析 那么见到运触借延期的实相 那么五蕴 我们之前上过五蕴 那五蕴主要是就身心中偏重于心理的观察 那六路主要是偏重在认识上 身理跟近视的一个观察 那六戒 那一般我们如果讲六戒的话 那主要是这个物理性的观察 但是如果讲戒有时候基本上讲到十八戒 那十二处跟十八戒 那多一个六四只是这样而已 那如果讲运触 那就重在流转 生死流转 身心生死流转的一个观照 那这个是我们读阿含经里面 要知道的一个重点 那五蕴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归纳了 它基本上 那核心的说就是无常苦空 然后知道无我 那这个 如果那么分析的说 那么可以讲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豪丑出息远近 那么可以这样去做观察 或者是色如巨墨瘦如水泡 想如羊怨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或者就从对至上的来讲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大概基本上都是从运五运 那么偏重在心理上来说 六处 六处主要是我们认识这个世间 我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怎么造业的 当然是由于我们的想法 那我们怎么这么会想 因为我们的感受 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因为六根对六成 那么心分别 跟无明相应的心起分别 所以这个叫做无明处 所以有种种的感受 那么对这些感受起种种的想法 依这些想法 那么有种种的行为 依这些行为有种种的业 依这些业受种种的报 依这些报再受种种的苦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对学习过的佛法 那么你要有一个很 就是很清楚 而且很详细的这种 纲要性的这种认知 那你在读到哪一部经 你都可以互相参照 比如说我们读六路的时候 我们要把缘起 不要把五运 把缘起 把六界 就同时要想到 同时要想到 然后互相对照 那你会越来越清楚 那你读五运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才等六处而已 那五运读过了 那你之前读过的五运 你就要理解 那这个跟六处来做比对的话 那是哪些一样哪些不一样 那哪些有关联的 那么你要常常做这种想法 那你要用成这种习惯 那慢慢慢慢 你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慢慢你在面对一切境界 有这种习惯 你就会把佛法讲的再拿来对照 就是你要有这种 你要有这种习惯 那一旦有境界 你就知道 这个佛教说 这个是什么烦恼 千 济 恼 恨 反正就是烦恼的新手 那这些是什么善的新手 慧 定 这个正念 无谈无撑 有惨有愧 那你马上要拿来对照 那对照之后 那你就会知道 你会分析 当你在分析的时候 是冷静的 冷静的看待 那么你才能够理智的解决 那这个是养前一种习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看这个一百七十页 好 那这个在讲到 讲到这个经文之前 他有做一个纲要性的说法 那我们 法育权世纪定这个 稍微看一下 那他说 有五种象 就是六路处 六路处的重点在讲瘦 在讲瘦 所以他说 安之五种 诸瘦差别 这个是余权世纪论里面的 余权世纪里面 他讲 六路处的重点在瘦 那么 那么这些差别主要有五个 就是瘦的自信所依所缘 助半水转 他从这五个地方 就是来归纳 来归纳这个六路处 就是经文还没讲之前 他先说这个 自信所依所缘 助半水转 好 那么先讲自信 自信就是这个受 就是我们的感受 就是情感性的 那么有情他有 就是有情爱 他重点就是有感受 那这种感受有三种 苦乐不苦不乐 那有时候讲到五种 苦乐喜忧舍 那简单讲 基本上就是苦跟乐 好 所依意思就是说 那么依什么缘什么 有因有缘世间极 有因有缘我受苦 因是什么 因就是六根 所依的 所依的 依之生起感受的 他现在 六路处是重点在受 处受爱 取有的受 那这个受是个关键 有受之后有烦恼 那受会不会起烦恼 要看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无名相应 这个你看 你就马上要把缘起 无名行事 明色六路处 我们写一下 就是他这个六 他重点在讲 六路处重点在讲受 那如果我们把无运 无运是 无运是色受想行事 好 那缘起 缘起 无名 行 事 明色 六路 处 受 重点在这里 爱取有 爱取有 生 老死 悠悲苦恼 悠悲苦恼 悠悲劳苦 好 那么这里 基本上 我们说 我们刚才讲 佛法的重点在 由生死到解脱 那么解脱的关键在 有我跟无我 那么 我 要去关照 运出戒 缘起 好 那基本上 这个前面 这个 四名色 六路 四名色 然后六路 出 这个凡夫 圣者都一样 凡夫 圣者都一样 但是 一夜 一夜而有 凡夫也是 一夜而有 圣者 既然来到这个世间 出国二国三国 依然是一夜而有 那么 一夜而有的 那么重点在 这个受 那么这个受 很简单的 就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不苦不热 我们叫做舍 写的是不苦不热 那这个受也是一样的 那重点在 你有没有跟无名相应 有受的时候 是跟无名相应 那么还是不跟无名相应 其实在这个处 处是无名相应处 那么只要是无名相应处 那你的受 圣者凡夫都有这个受 都有这个受 但是如果你跟无名相应的处 那么就会有受 那么这个受就是 跟无名相应的 就是情感性的 一般我们说 自我意识 那么 产生的这种 我见 然后就会产生我爱 那他在这里 六路从这个受延伸 从这个受延伸 应该是从这里延伸 延伸到所谓的爱取有 那他以这个受为主 讲几种 讲几种 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苦受热受 他本身的法 这个法的自信 那么有苦热不苦不乐 苦热不苦不乐 那么有所依所缘 助半水转 应该是这样 助半水转 我看一下是不是 有没有写错 所依所缘 自信 所依所缘 助半水转 对 那你看 拿这个来看 他这个所依 所依写的是 就是六根 所依就是六根 六根圆六成 这个就是六成 就是他这个受怎么来的 这个苦热不苦不乐 有这三种 怎么来的 就是六根圆六成 那么开始有什么 有种种的受 所以他这里讲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 所缘 是所缘的境界 助半就是想跟诗 那么 因为六根六成 当然还要有所谓的诗 那么六根里面就有诗 是 言而彼者生意 这个意 六根六成 跟成诗 他基本上还有个诗 那么 产生 那么 有受 有受 那么受会 受之后会造作哀 他必须要有助半 就是 你怎么想很重要 那 你怎么处理 就是 你看到这个境界 那你有不同的感受 那你有了这种感受之后 不管是苦乐不苦不乐 那 你有什么想法 就是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好 不好 善 那么 之后 你怎么 怎么采取行动 就是 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 首先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有这样的感受之后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比如说 人家 称赞你 人家骂你 人家故意 给你脸色看 人家买东西就是不给你 给别人就是不给你 这种种 那么 你 一定有 你自己的感受 那你这种感受 你有什么想法 你是从缘起想 从无常想 起嗔恨想 起贪爱想 那种种想 那想了之后 那 看你怎么想 想多久 那他会累积力量 那你想了之后 你怎么样采取行动 你是对峙这个劲 或是你解决你的烦恼 或是怎么样 就是你开始有种种的思 思之后就会有行 他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有助办 助办是什么 就是 让这个瘦 让这个瘦 那么 更强烈 如果你想 想说这个人就是专门对峙我 你那个瘦会加强 那种情感性的东西会增强 你越来越生气 那个苦瘦会越来越重 或是热瘦越来越重 这种是这样的 叫助办 好 那 就是助办这个瘦 让他的瘦 让他的瘦 感受越来越深刻的 那么 所以他想想 想 想 处聚生受想尸 想尸 想尸 即于 于什么 于这个 他说 他说 于善不善无忌 那其他的善不善无忌 他是什么 就是其余的行心手 他瘦瘦想行 瘦想 行 这个行心手里面 行心手里面 施心手为主 施心手为主 但是除了施心手之外 还有善不善 不忌 或是不定法 那善法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看一下 善法 我们如果依五位七十五法来讲 那不善的 愤恨 愤 有大不善小不善 愤恨 千 忌 种种种 千谈嫉妒 愤恨 这些种种 那 我们先 就是 如果 他基本上有分所谓的 差不多分分善不善无忌 如果依据责任的分法 那么善不善 跟所谓的大地法 受祥师 欲会念 那如果 不善的 有 有大不善的 大烦恼小烦恼 大不善 大不善是无产无愧 那么不善法里面 又有 所谓的恶 大烦恼小烦恼 那大烦恼就是 不信 昏沉 吊局 放逸 懈怠 这些种种 那小烦恼 愤恨老害 惨款交 这种种 那其实就是 这个行心所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 这些就是我们的心所 那心所 除了受跟想之外 其余的心所 心所就是心的想法 种种想法 种种作用 那么都在 都在行心所里面 那么所以他讲 那这些行心所 除了诗之外 诗是最重要的 那么可以大概 这里可以分做大概就是 善啊不善啊无忌啊 那去者日风法基本上就是 所谓的大地法 那么大善地大不善 大烦恼小烦恼不定地 大概这样分 那就大概知道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是助班 即于于心所 这种种 那想得很生气 愤怒 很恨 很迁滩 很嫉妒 那是想得你很安定 或是说你对佛法有信心 你不放异 你有惨有愧 人家对待我这样 哎呀我怎么会 我怎么会给人家这样讲 哎呀我修行不好 我有惨有愧 那或是说 你 那生起智慧 从人家讲你的这个境界里面 你思维 你思维这整个的缘起无常苦 那么这个就是善的 那即使就是你会生起什么样的信念 善不善无尽 这是不一定的 那当然有助班 那么随转 好 那这里随转 我们看一下 他刚好前面讲这个 我们拿来讲一下 随转 就是这个受 随着这个受 随着这个之后 随着一手一手缘 一手一手缘 而有这个受 有种种的受 有三种受 那这个受之后 那处聚生受想尸 那处就是新手 那有受 受之后想尸 及于这些新手 助班之后 那么他会产生什么 产生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 他就叫做随转 那么这个 他说 比为诸受 同生同面 所依止处 他基本上就是有 这个相应的心 然后又 有 这个心 又可以让这个受 增强 减弱 向善向恶 反正种种这些 那么 这个受又随着这一些 又开始有不同的想法 你一开始也许很生气 后来想一想冷静下来 觉得 我不应该这么生气 反正就是 这些不断在转变 好 那么 依着这个所依所言 那依着这个 助班啊 这些 那么不断在 不断在 这个 这个转变 所以 比为诸受 同生同面 所 依止处 好 那么这里说到 用五项 好 这个就不用了 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一开始 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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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个 五种 五种 六路处里面 他主要在讲 讲这个受 那么依这个受 然后慢慢有种种种种的这些生死 生命啊 生命的身心现象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有差别 如是五项 安利诸受 受的五项 这个五的都是 受有关系哦 随着这些新手 不同不同的 感受 会 不断不断的 有变化 那么 他说 那么这一些 还有 经典里面有五种 有八种差别 那这八种差别 基本上就是 一五印讲 六受 六想 六思 六四 等一下我们先来看 先来看 他说 附有八种差别 内 内处差别 外处差别 内就是六内处 外就是六外处 就是六根跟六成 六四生 那么 这个是六四 这个就是根成四 好 根成四 和合生处 有六处生 那么 有六受生 处去 深受想 诗 所以 内外是处 受 那么 这个是 一般来说 还有后面 六六法门 还有后面一个什么 爱 然后他中间 又有想跟诗 然后 然后 第八个是六爱生 好 那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我们 一般我们讲六六法门 五印其实也是一样 好 那 这个受 六四生 四名色 然后这个四名色 就像这里 六路 六路生 六路有分内有分外 有内外 内跟外 内六处 外六处 外六处 好 那么 六处生 六受生 六爱生 六受生底下 又有所谓的 应该这样 应该这样 这个是六爱生 这里还有六受生 六诗 六想生 六诗生 这个是六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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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 一二三四 五六 这个叫做六六法门 这个叫做六六法门 那这里讲八个 讲八个 这里是受 想 师 处 受 想 师 师 这个受 想 师 师 这个是从五印 这个是从五印上说的 然后有色身 这个内六处 其实是色身 这个是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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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 这个 四身 受身 想 想 师 师 这个是五印 这个是从五印上说的 六路 六路法门 它重在所谓的六六 它是从原起 六路处想 六四身 内六处身 外六处 六处身 六受身 六爱生 这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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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所谓的六六法门 当然你也可以讲 跟层 事 何 和 生 处 又四身也可以放在这里 是 跟层 何 和 和 生 事 那我们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这个是从五印上说 五印上有四个 色身五个 想 师 生 爱 生 然后还有 色 色 受 想 行 事 还有一个受 五印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五印这里还有一个受 色 受 想 行 色 色 受 想 行 事 还有 师 基本上是这样 色 受 想 行 受 想 行 事 这个是五印 这里 那我们可以来看 先来看 先看五印的 五印的是 我们看一百四十页 这上次我们上过 一百四十页 好 四十一经 底下一百五十三经 这里 有没有 它这里讲五印的 那么有四大及色大所造色 这个是色身 色 第四行 诸手有色 就讲色身 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好 那么二 四 六 八 第八行 那么有六受身 有六受身 眼触身受 耳触身受 这些 然后倒数第二行 有六响声 那么眼触声响 耳鼻则声一触声响 然后 这个一百四十一页 有六诗声 眼触声响 耳鼻则声一触声响 一样 从六根六成 那么产生六诗 那么还有六诗声 就是眼耳鼻则声一诗 六诗声 好 那这里基本上是一五印说 受 想 诗 诗 再加上色 那就是所谓的声 色声 那射声只有一个 就是四大语 四大手照射 然后射之后的受想形式 各有六个 就六受声 六响声 六诗声 六诗声 跟六诗声 以诗为主 好 那这个是从五印上说 好 那我们再翻回来 那看到249页 249页 249页 好 228经这里 有六六法门 有没有 六六法 好 六六法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这是 六内 六外 六诗 这个就是根层诗 根层诗 何而生处 处聚生 受 想诗 那想诗没有 就只要是受 这从缘起的 缘起是 处 受 爱 取有 那等到爱 那六爱声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六六法门 好 那把这两个合起来 五印六处 连起 把它合起来 就叫做八种差别 如果详细讲 它就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稍微 给它归纳 对照一下 大概就知道 好 所以它这里讲 当之有八种差别 就是因为 两个诗 一样的 诗跟诗 那不是 受跟想跟诗 想跟诗 这两个是五印里面的 但是没有在六处里面 那六六法门里面 有一个六爱声 好 所以 这个 两个合起来 其实就是八种差别 就八种差别 就是在讲 讲这个六路处这边 就是 这个受 受 那 延伸的 有这八种 但是如果我们讲六六法门 跟讲五印的 四种 四种声 六六法门的六种声 那么加起来就是八种 好 那大家可以稍微 给它注明一下 那么 你在不会 后面又看到 六六法门怎么会 后来又有一个六响声 六诗声 那这个在五印里面是说的 所以如果仔细跟它说起来 其实就是有八六法门 就再加两个 好 但是这个是 从五印说 跟从六处说 是不太一样 从五印说 从五印说 就是 色声跟受想行事 六受声 六想声 六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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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六处说 就是 六受声 内六处 外六处 内六处 外六处 是六根跟六成 我们就是神 就是色声 五印里面的色声 但是 想跟行 受想行 这些基本上是 一根尘 和合声 处而有的 所以 它基本上 就着重在这里 讲这个 六处声 六受声 它重点在讲 六爱 六爱 就是处跟爱 好 处跟爱 基本上是 就是五印跟六处的差别 也就是六处 有讲处跟爱 那 这个五印没有 五印就是受受想行事 那 它的六六法门里面 有六处声 六爱声 那五印里面就多了 就是 六处没有讲的 就是六想声 六诗声 那所以 加起来基本上 它就是八种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它这里讲 内处 外处 四声 处声 受声 想声 诗声 跟爱声 它底下有差不多 就是 稍微归纳一下 那么 一三合合 三合合是什么 跟成四 跟成合合声四 跟成四合合声处 那么 由三合合 就是跟成四 就是内六处 外六处 跟六四声 三个合合 才有所谓的 内处差别 外处差别 跟四声差别 那 之后 那么 有处 有处 由受因缘立 立地四差别 受是怎么来的 受是由处来的 处就是新锁 大概总成 心理反应 最处的 那么处是怎么来的 处是跟成四合合而来的 那受是怎么来的 受是由处而来的 跟成四合合声处 而来的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说 简单讲说 触动这个新锁 触动这个心理反应 好 所以他说 由受因缘立 第四差别 那 第四差别就是处 就是处 然后第五差别就是受 那 所以他说 由受因缘 立第四差别 由三合合处国义 处的因 受的因 受的因是处 那受的果呢 不是 他不是受的果 就是处的果 处的果 受的因 受的 现在讲受 受的因是处 那处的果就是处 就是从因果上来讲 那么 第五差别 第五差别是什么 第五差别就是六受生 有受 有分别 随受 严受 严受 第六差别 因为受 有种种想 为什么呢 受诸受死 做如是想 我今领受此苦 此乐 此非苦非乐 此复为他 随起严受 就是随转 就是随着别人 随着种种受 又有种种想 随着种种想 又有种种受 就这样 由业烦恼 两杂染力 当之建立第七 第八 两种差别 那由这个受之后 就有什么 就有爱 然后 就有 就有这个 爱 那么 诗是造业 六诗 六爱 你就会 抉择 就会 起心动力 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讲 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 你第一个 先觉察到你的烦恼 那么要不然 你会随着你的烦恼 就是无名贪爱 然后你看待事情的角度 会从世间想 比如说你看到五欲境界 你会随着世间 要去揽着这个五欲境界 那么如果你是跟明相应的话 你不起贪爱 你会去看到自己的烦恼 要去调腹自己的烦恼 克制自己的烦恼 所以它重点在于 你有了这个受之后 那么你习惯怎么想 你习惯怎么想 你就习惯怎么做 那么做了之后 就是造业 造了业之后 不断造业 他就要受苦 他就要受苦果 所以这个叫做 获业苦 获业苦 其实基本上 那么跟你的感受 那你对这个感受的处理方式 我现在苦了 那么是你让我要苦的 所以 所以 你认为 我要解决这个苦 就是先解决你 解决你 因为你让我苦的 所以我解决你 我就不再受苦了 所以你就会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当然 你就会想办法解决它 然后 或打或骂或屈 然后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后来就平成这种业 那这些业 看千业跟重业 重业 限制报 千业 成熟了才受报 就变成这样 然后又开始受苦 那你还是习惯这样想 你没有多闻 没有升起智慧 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那么 你还是继续 起获造业 受苦 那么因苦 在起获造业 因业在受苦 因苦在起获 因或 没有 没有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你就会再造二业 那么因为二业 你就会再受苦 就这样 就这样 所以我们也讲过 获叶苦 获叶苦 要不然 你就是 一定要多闻 然后你要如理思维 那你才有办法 实践 法学法学 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知道在起烦恼 你对治你的烦恼 那么 你对治不了 那么 你就会造业 那么 造业 你让他不相许 你就是 不要让他 不然就是你要控制 你造业 你不能不造业 你一口气吐不出来 很辛苦 你不能不造业 但是你不要造 重大的恶业 不要造三二道的恶业 它就是控制烦恼 你控制在某一个程度下 你生气 但不要生气到 具有很大的伤害性 因为这种伤害性 你后来也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你了解这个东西之后 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 你的能力还不足以调伏烦恼 所以你只能控制 那么控制到一个程度里面 所以你这个 然后渐渐渐渐有力量 那么就能够调伏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随你的烦恼 你不加以控制 你就是 叹单 你就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 或就造业 那么跟着无名相业 跟着谈爱相业 你就造业 造业之后 相续造业 如果你还不能停止 那么还要看你造 重业还是轻业 重业 基本上都是现世报 轻业 来世报 来世怎么报 不知道 还要分 还要分 看是定业不定业 哪看是异熟业 还是什么业 反正就是你 因为他会成熟 一死而熟 异地而熟 他看什么时候成熟 那你一直相续造 如果你重业 当下造 当下就成熟 那么如果是轻业 要相续造 没有畅违心 累积他会成熟 那么成熟了就要受报 受报就要受苦 那么依着这个苦 假设你在受苦的时候 刚好学习到佛法 好 那你就能够知道 我的苦从哪里来 所以你因苦 因苦 受苦的时候 有这个受的时候 你会依着佛法想 那么这个时候 你虽然受苦 你开始克制自己的烦恼 那么他可能就 比较不会继续造业 因为他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不起烦恼 深受 心不受 或者即使受了 那么没有 就是你努力去调伏他 你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 你要离苦 必须要离烦恼 这是你一个很清楚理解的事情 所以你会朝着这个方面 就算你现在做不到 但是你一直往这方面努力 渐渐就做到 所以他就是祸月苦 祸就是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我爱我见 那么我见我爱为根本 那么依着六根六成 跟我见我爱配合 那么就会再起种种的烦恼 写一下好了 基本上 我们一般来讲祸月苦 祸 如果缘起来讲 简单讲是这样 如果缘起来讲 这个就是苦 这个就是苦 生劳病是悠悲苦难 所有的苦 种种的苦 苦苦 坏苦 行苦 这个 劳病是苦 厌正会爱别以理求不得苦 种种的苦 都是由生死而来 那么生死是因为你累积了这个业 生死的业 你有生死的业 所以你就要一业轮回 就是一业受报 这个是一业 依这个业生死的业而受报 不管是善业恶业 它都是我见我爱相业的 那么就是要受报 所以这个就是果报生 从我们人来讲 这个是果报生 世民社这个是果报生 这个是一业受报 从这一生来讲 一业受报 一业受报 这个行就是类似像造业的 身行 口行 异行 处聚生受想师来的 这是这一生受报 那哪一生又怎么受报 一样 把这个分析开来 六路 六路 跟成是合而生处 处聚生受想师 又有受想师又有邪 又造业 那么爱跟曲 基本上就是你造业的一个根本 那么又累积 累积又累积成熟 又要受果报 未来的果报 它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那么假设你没有 所以常常要讲你要多闻 多闻如理思维 闻思修 你要多闻 知道了 你生死的真结 痛苦的根源 在烦恼 烦恼的根源在我见我爱 那你知道了 你努力 努力修行 不造恶业 先不造恶业 所以佛法基本上 第一个先 离欲恶不善之法 因为 我们对五欲的追求 即避免五欲的失去 就是让我们快乐这种 那么 会让我们不择手段 那么 不起后果的去造作恶业 那么即使你造作善业 善业好一点 但是就是 他未来人有生死 但是先不造恶业 因为造恶业不断受苦 三恶道就苦 那是很苦的 所以先要离欲恶不善之法 所以这个佛法叫做诸恶莫做 先做这个 恶里面有轻有重 如果你重的不会做 那就轻的 往轻的不做目标前进 那么 先要离三恶道的二月 那 观念上都是这样 四十八月第一月 我的国土没有三恶道 第二月 第二月 从我的国土离开 也不会剁三恶道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 你的国土就是你的身心 你的国报生嘛 那个是报生 报土 你的报生 在我这个生命当中 我不会造作三恶道 三恶道的业 为什么 因为你有智慧 就是我不会造作三恶道的业 那么我下一辈子 因为我的正见真伤 因为我的正见真伤 我即使离开了这个生命 我以后也不会造作三恶道的业 你要做到这样 就是说我这一生 在我的国土没有三恶道 没有三恶道的恶因恶月恶元 那我就这一生 这个就是我的国土 我们只是举例了 我在这一生 不会去造作三恶道的业 那么我从这一生 我离开了这一生 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下一生我也不会 不管去到哪里 我都不会造作三恶道的业 最低是什么 正见真伤 正见真伤 正见真伤就不多三恶道 因为他不会再造作三恶道的业 那他凭什么不造作三恶道 因为他有正见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他才会造 他有恶因恶远的时候 恶报的时候 他内心有正念 所以他能够抑制他的烦恼 那么控制他能够 这个已经是他能够控制他的烦恼了 所以他即使会有烦恼 但是他能够控制在一个范围里面 正见身上就能够控制烦恼 然后进而一步能够调伏烦恼 力量渐渐增强 所以因为你没有三恶道的业 你才不做三恶道 因为你具有非常强大的正见 所以即使你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地方 离开了这个时候 在任何一个时候 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不会造三恶道的业 所以你都不会多三恶道 那一波罗金和说法 这个是从比较消极面的来讲 就是你离开了 你不会多三恶道 从积极面来讲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尊不离佛 因为你正见见上 你的正见是从佛法那边得来的 所以你一直有佛的正见 因为你一直有佛的正见 所以你一直生到有佛果土 从一佛果 所以习波罗波罗蜜的 从一佛果 那就问啊 如果学习波罗波罗蜜的 这一生死掉了会去哪里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终不离佛 讲的就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学阿含经 其实学的也是这个 所以常常要在境界来的时候 想想想这个道理 你要学会觉察烦恼 所以我常常讲 他就如果仔细来讲 他就五个次第而已 觉察烦恼 控制烦恼 调悟烦 断除烦恼 超越烦恼 断除一切烦恼就超越 那么基本上 你要知道这个是烦恼 烦恼的根本 烦恼是造业的根本 因为烦恼才会造业 你没有烦恼你不会造业 这个烦恼包括贪爱烦恼 承恨烦恼 对无意的追求他也造 即使你造的善业还是业 也是生死的业 有肉的嘛 烦恼就是有肉 那修行就是从有肉到无肉 好 那从有烦恼到没烦恼 从有微到无微 那么 所以 那么 你起了烦恼之后 那你知道烦恼的根本 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我爱 但是我们当然要从我爱下手 或是直接从我见下手也可以 那我爱下手就是离异恼不善之法 然后不造恶业 那么先不造恶业造善业 不造恶业造善业 但是善业还是有肉 但是没关系先做这个 以善 以善去恶 再以空去善 基本上这是一个次例 就是你先不失 执着没关系 就执着 执着这个善法没关系 然后慢慢善法强了 那么学习佛法 再以无我 以空 来去掉这个对善的执着 基本上 一开始都是要折善固执的 那是没关系 所以要不你不起烦恼 起的烦恼不造业 起烦恼怎么可以不造业呢 可以 可以起烦恼 因为业主要是身口业 所以戒 戒就是你起烦恼的时候 戒其实就是你起烦恼的时候 克制你的身口不造业 你起心动念不犯戒 神文戒是这样的 菩萨戒当然更进一步 但是你要先做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都不起烦恼 这是不太 一般一开始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么 所以你先做到这个 但是你有这个观念 所以你会觉得 那么 进一步要克制我的烦恼 克制我的身口 然后进一步 克制我的起心动念 这个是后面才做的 然后 你没有这个业 你就不会受苦 但是一般我们 没有办法做到清净 所以多多少少会造业 所以还是 但是 就算你这一生都没造业 你过去一生造的业 成熟了 一样要受保 还是会苦 所以在这个中间 在受苦的时候 就苦受 苦受 或是热受 没关系都一样 那受苦的时候 你不再起烦恼 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 学习佛法 那么你就知道 要对治烦恼 要控制 控制这个烦恼 然后要怎么样 不起烦恼 要预防不起烦恼 那 要不你不起烦恼 要不起烦恼的 不造业 要不造了业 造了业 不要相续 因为相续会成熟 那怎么样不相续呢 就忏悔 真诚地面对自己 真诚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真心地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努力地往这一条路走 无怨无悔地走 就是这样 这一生没有其他的事 这一生的事 最主要的就是 要离苦 要断烦恼 这件事 所有的事都依这个 不管好不好 都以这个为原则 这是最高原则 以不起烦恼为最高原则 那么 如果没有办法 以不造恶业 为最高原则 就这样 那你没有办法造了业 那你就想办法 让这个业不相续 断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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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断相续有两种 一个是针对 针对你这个恶业 不让它造 可是你的心在这里 你就会一直在这里 因缘在这里 所以你必须要造善业 结善业 那么第一个它能够淡化 能够转化 你过去所不好的业远 然后你的心念要转到其他的地方去 就是要转化 要转念 或是要转静 那么你才有办法转业 那转了之后 转了之后 你就不受苦 或是你已经有佛法了 你即使在受苦 你也坚持不起烦恼 不造业 那么起了烦恼也不造业 造了业 想办法 看清楚问题在哪里 怎么样 因为你的最高烟觉就是 你知道这样会受苦 所以已经造业了 我想办法看怎么样 为什么我会一直在这件事上 执着 为什么我会一直在这个地方跌倒 那么你跌倒了 你会马上再站起来 想一想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一定会这样做 那这个就是观念上的问题 你一旦有佛法的观念 你的目标很清楚 只是你的方法 还不清楚而已 那一旦目标清楚了 你不断会找方法 直到找到方法为主 而且能够解决为止 真的 你就会这样做 好 先下课